是用GEMOBI上手统计取的第一张为什么要学习统计的导文件 这本书呢虽然它的重点是让同学学习怎么使用GEMOBI 不过呢他一开始这一张并没有要同学去安装或者是开启你的GEMOBI 那我也是建议一开始学习的同学先好好地阅读这第一张里面的内容 那这一张呢他主要首先要谈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现代的心理学家要使用统计 还有心理学作为科学研究 那为什么科学家呢不能够指凭生活尝试 而是要以实际的文献来作为研究的基础 那这里呢他就用了两个很有名的科学研究公案来做介绍 那一个呢是在认知心理学很有名的 关于人类其实呢很不擅长使用有形式逻辑或是命题逻辑来做推论 因此有所谓的信念的偏误 那另外一个研究的公案呢是在1970年代的曾经在Science杂志上面刊登的一个著名的评论 那么原作者是用这个公案来谈谈什么叫做辛普森辈论 那因为这两个案子的背景都蛮庞大的 所以我在这个导读以及示范影片系列呢 我找到了两个相关的中文解说影片 如果同学呢对于命题逻辑或者是辛普森辈论 之前比较没有相关的知识的话呢 你可以先看过这两个影片之后呢 再来自己阅读变子书里面的内容 好那后半部呢 第一张的后半部则是我认为呢是 特别是心理系的同学 那你是初次接触统计的心理学系同学 应该要好好看并且好好的自问自答的一个部分 就是这个部分呢有原作者的老师跟他的同学 跟他的学生在对谈的一些问题的经验 那在这里呢你可以去好好的去想想 你现在对于为什么要学习统计 有没有一样的一些疑一些疑惑 那我也会透过课堂中的 如果是在我的课堂我会透过一些活动来跟同学做一些互动 那如果说你并不是在 你并不是跟着我的课 我的课程或是在其他的场合做学习的话呢 你也可以跟一些你能够接触到的老师 就是跟他来讨论看看你对于 你现在对于为什么要学习统计的疑惑 那我也很认很认可这本书的原作老老师 他先在这个第一章先来跟同学来去讨论那些疑惑的疑惑 谢谢大家 � viol绒 谢谢大家 不 我在 在